张评台湾农民创业园 台湾媒体倾心福建行采访团15日上午走进所有大陆阿丽山之称的张评台湾农民创业园参观走访红顶现代观光体验式茶厂以及台品樱花茶园 1996年来自南投县路故乡的谢东庆发现永福地理气候和土壤条件与阿丽山相似 于是率先投资开辟的千亩茶厂并引进台湾茶叶新技术做出优质高山茶 此后台湾茶商在张评的投资不断扩大 2008年2月底国台办宣布在张评新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 目前张评台湾农民创业园是大陆最大的高山乌龙茶生产基地和台商个体在大陆投资最逆极的乡镇 据了解目前园区入住台企66家其中高山差企48家年产差1600多吨产值7亿多元前来创业就业的台农600多人 同时台青来自创业也成为园区的一大新亮点园区以台引台迈出坚实步伐 台二代台三代逐年增加台湾青年在张平台创业的新一轮创业正蓬勃兴起 他们在互联网加茶、文化创意、民宿建设和茶文化交流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 成为园区发展的胜利军 目前已录驻台湾青年60多名 其中台湾青年创办企业10家 负责台企管理或担任高管职务的台湾青年10多名 两岸记者在园区参访过程中也得以一品永夫高山茶 其汤色蜜绿显黄、香气淡雅星长 据园区技术总监林志纯介绍 园区引入台湾高优精致农业管理技术 创造性的实施给茶树浇灌豆浆等技术 轻力打造山泰茶园 其景更细作的永夫高山茶 甚至可以超过台湾原产地 此外 园区借鉴台湾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经验 由传统农业向观光休闲农业华力转身 台品樱花茶园 因规模最大 实令最佳 景观最良 被誉为中国最美樱花圣地 还多次登上中国国家地理等杂志的封面 园区技术人员介绍永夫乌龙茶的制作流程 中平社里纳社 高山乌龙茶生产车间 中平社里纳社 高山乌龙茶生产车间 中平社里纳社 园区技术总监 林志纯为两岸媒体 介绍生产乌龙茶的心脏机械 中平社里纳社 位于园区的千亩茶园 中平社里纳社 采访团在台品樱花园品茶 中平社里纳社 台品樱花茶园 中平社里纳社 经过出治后的茅茶 中平社里纳社 台品樱花茶园 中平社里纳社